投包药物是一类广普抗生素 属于贝塔内线案类抗生素的一种 这类药物常用于治疗多种细菌感染 关于投包药物和酒之间的关系 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相互作用 投包药物和酒之间没有直接的药物 相互作用 这意味着在服用投包药物时 通常不会因为同时饮用少量酒 而引起药物的不良反应 然而要注意的是 酒可能会影响免疫系统 和身体的康复能力 因此在感染期间饮酒 可能会延长康复时间 肝脏负担 投包药物和酒都需要在肝脏中代谢 而饮酒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在使用投包药物期间 肝脏可能会更加忙碌 因为它需要处理药物和酒精 如果你的肝脏功能正常 通常情况下 适量的饮酒 不会对药物的疗效产生显着影响 副作用 投包药物本身可能引起一些副作用 如恶心 呕吐 腹泻等 饮酒可能会增加这些副作用的风险 因为酒精本身可以对胃肠道产生刺激作用 因此 如果你正在服用投包药物 最好避免大量饮酒 以减少不适的可能性 总之 尽管投包药物和酒之间 没有严重的药物相互作用 但为了确保最佳的治疗效果 和最小的不适 建议在用药期间避免过量饮酒 如果你有任何疑虑或疑问 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 并咨询是否可以引起